日轨脱颖而出,甜点师挺进亚太选拔赛 这一座座创意的巧克力工艺品,看了争执叫人流口水 昨天在台北市劳工局职业训练中心,有高饼工会举办 主题为品味建筑学的世界巧克力大师赛 台湾区选手代表资格赛,有十位选手角途创意 选手们必须在现实内用巧克力,完成高度200公分以内的工艺品 蛋糕与两款手工巧克力四项作品,冠军结果出炉 这一次金奖的得主是,恭喜郑吉贤代表台北韩社艾美酒店 获奖的台北韩社艾美酒店副主厨郑吉贤,去年也曾拿到金奖 不同其他九名选手,以具体建筑为模仿对象 正极前以古人测试的工具,日轨做主题,塑造120公分的日轨 这次的作品大概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我大概用了将近快15公斤的巧克力 那我这次就利用巧克力的部分,然后把我的一些想法 跟日轨的一个理念把它表现出来 大师的巧克力蛋糕,抬仰台湾的在地食材 以地瓜、荔枝结合布雷,生获评审青赖 夺得金牌的选手也将代表台湾 参加明年3月的亚太区选拔赛 最后再进军明年10月的法国巴黎总决赛 大师很兴奋啊,可以再次代表台湾 参加亚洲杯的比赛 这是无敌的荣耀 动新闻 为何美丽的巧克力都吃不到呢 报导